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家长 今天又讲讲另一个题目了 很多家长都问我 我的儿子或者女儿 好过在野蛮的 当自己是公主和王子 这件事我知道家长也很头痛 我们如何处理一个小孩的 专横野蛮行为呢? 究竟小孩的专横野蛮行为是怎样产生的呢? 很多时候家长都会说 他很似的 我不知为什么儿子生成这样的 很多时候这个专横野蛮行为 并不是天生的 是我们后天在我们大养的小孩的时候 而产生了这种行为和表现的 怎样来的呢? 很多家长都会迷失于什么呢? 我很爱惜他 于是我就他 或者我很希望他能够很有主见 不要被别人说很愚胁 说什么都不敢说 所以这次希望多些机会 让小孩发展 都是对的 不过千万不要弄错了一件事 就是一个爱惜和一个嬌种 这两件事的拿捏 如果拿捏得不好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小孩的失误 不要以为这样对他好 我多些爱惜他 我多些给他持主意的话 小孩是否自信高一点 或是否够胆一点 去提出他自己的要求 是真的 小孩如果不断中仰他 或者你喜欢他 小孩有很多意见 所以有时被人感觉很毒断 很有能力感 但是这样的情况 有危机的 第一 有几个不好处 跟大家续一分享 第一 就是说 小孩这么小 通常是说幼儿 或者初少 这么小的时候 他人生经历是不够丰富的 如果你在一个这么不丰富的月历里 你给他持主意的时候 他做的决定是否最好的 他不能够参考别人 给他一些新的意见 一意辜行 要他要的东西 那对他是不是最好的 反而在经历上 是会比其他小孩 比较少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肯试新东西 以及不肯听别人的意见 幼儿园都觉得他很可爱 很有趣 很有趣 这么有主见 但是呢 当他去到小学的时候 而他需要做一些被要求的东西 譬如说 辅差 包括读书 虽然读书不一定是辅差 但是很多时候 小朋友觉得 我比起玩来说 当然读书会比较辛苦 如果被他选择的时候 他就会选不读书 到时候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说 我们应该适当地 让小朋友 接受身边人的一些意见 这件事呢 就慢慢丰富了他的经验 在他丰富了经验之后 再去抓一个决定和主意的时候 这方面的一个成长 对小朋友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所以大家的家长就说 当我希望小朋友 培养他自己 抓主意 话事的同事里面 要留意 应该配有适当的经验 给他认识 如何拿平衡呢 适当的经验和教导 和我要放纵 或者给他拿主意 这方面如何拿平衡呢 有很多方法 譬如说 当大家觉得小朋友 需要了解新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给小朋友 在一个有范围之下的选择 譬如说 我给你两样东西去选 或者三样东西去选 好过他喜欢怎样就怎样 在这个处理方法上面 平衡了小朋友 有自己的选择权利 和他可以选择自己 在不同的领域上面 有新的体验 这方面都可以帮小朋友 拿一个好的平衡 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都是令到一个 嬌横 即是放纵的小朋友 经常产生的一个家庭环境 是什么环境呢 就是说 当家里面 太多任意妄行的一些行为 就是说 不对都可以觉得对 举个例子 他因为很喜欢吃糖 是不吃饭 要吃糖 这件事 其实很明显知道是不对 他们的营养会不均衡 而让他拿自己主意的话 这方面其实对小朋友是没有益处的 为什么会这样产生呢 譬如说 我见过很多家庭们都说 吃饭的时候 儿子或者女儿 你喜欢去哪里吃饭 问一个五六岁的小朋友去哪里吃饭 吃晚饭 我喜欢吃糖 你就死了 那你怎么办呢 于是要哄他 又或者 在整个情况之后 我们现在想去哪里玩 于是 成屋人就住这个五六岁的小朋友 的意见是成屋人的大人 在安排他的节目 即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经常说 一个家庭里面 是以小朋友做核心的家庭 这个小朋友就是被叫中的了 很多时候就是说 家里面应该以大人为核心的 譬如说你尚有长辈 可能要问一问长辈 譬如爷爷麻麻公公婆婆 我们今次去哪里喝茶 或者你想去哪里玩 在哪里吃饭 这样 即是掌有有罪 这些这样的态度 甚至可能是 爸爸妈妈说是 这样的话 小朋友是跟从 这个这样的 我们叫做系统 是对小朋友来说 是一个核心 家庭核心应该是成年人 做一个主导的 而下下都用小朋友做主导 甚至有些可能 过分嬌疑 小朋友就是说 爸爸有不同意见 妈妈有不同意见 可能 就会怎样 其中一方 即是爸爸或者妈妈 就会叫对方 不要出声 跟他儿子说事 跟他女儿说事 为什麽你就说他儿子也不行 或者女儿也不行 这些这样的说话 令到小朋友 他的自我能力感 提到很高 对 不过 代价就是 当某一方面 譬如说 爸爸在家里很强 是很疼爱子女的 任何话 妈妈说的话 都可以推翻 而这个儿子 当爸爸上班的时候 你猜这个儿子女儿 还会否听妈妈说呢 是不会的 因为最终 他在爸爸里面 而打沉了 爸爸或者 其他人的一个 权力 这个小朋友 就会不听话 不听话的话 是教不了的 所以我们叫 削弱了一方面的 教养能力 就会令到那方面的家长 即是 处理小朋友 嬌种的能力 是大大降低 更加纵容了 这个小朋友 是对 某一父母 或者性家人 出现这个嬌种行为 所以 你经常都会听到 有些妈妈 就会说 你不错 我回去告诉 陈老师听 那小朋友 立即安静了 害怕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妈妈自己 没有能力去叫小朋友 指示他 一些错误的行为 要改正 要回去拿陈老师的牌匾出来 要撒到那小朋友呢 原因就是 妈妈 或者父母亲 是觉得自己能力不足 而令到小朋友 就是 陈老师才是 抓到fit 抓到事的人 令到小朋友 在这个嬌环的行为 变盘加厉 亦都说给小朋友 其实我搞你不行的 我找陈老师 这些这样的说话 背后 给到小朋友知道 就是 爸爸妈妈妈 家人没有人搞到我不行的 是陈老师我才害怕的 所以令到一个小朋友 更加无耻放的 在家里面 是影响了整个家庭的和系 或者甚至在教养上面 都令到小朋友 更加难学习正确的社交之道 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小朋友 嬌环行为的时候 没有事情很好 是不是 那我就由他嬌环 那他 可以没有到身边的人 都很好 他开心 就可以了 那你又错了 一个嬌环 野蛮的小朋友 在学校里面 他的社交能力 是低一点的 一个社交能力 低的小朋友 是不会得到 其他小朋友的关爱的 所以呢 一个野蛮的小朋友 在学校里面 有两个极端的 一个极端就是 不断野蛮 那于是不断野蛮 那小朋友 其他小朋友 会不会遇到他 是不会遇到他的 那会令到小朋友 更加在社交方面 是绝绝碰定 也令到他不开心的 另一个极端就是 如何呢 就是说 他在别人面前野蛮 原来没用的 他学会了什么 学会了退阳 学到退属 所以在家里是聋的小朋友 出到街是一条虫 另一个极端就是 他各样都怕 因为出到街 没有人遇到他 他就不知 怎样跟人家相处了 这些缺乏 适当社交能力的行为 让个小朋友 在成长过程里 是处处碰定 是很不开心的 所以为了小朋友 的幸福 为了小朋友 成长的一个健康 所以我鼓励家长们 应该适当地 让小朋友 有一个均衡的 一个社交能力 发展的一个机会 如果有所有问题 点击我们的频道 看多点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转的声 Pam